本作最大的优点应该就是这个石像小人了吧 今天和各位一起看一下Uno工作室的甜甜果实 本广作品是有两个底座的 一个陶劲状的一个垫子 还有一个石化的小海兵 这个小海兵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手上这个是一色管 也是个电镀色 但相比之前咱们看那个手术果实 真的差了很多 这个颜色可能是太淡了吧 显得非常没质感 应该类似高光的地方 有点像掉漆的感觉 真的很不好看 然后像这个枝叶这个地方做得非常糙 显得很廉价 然后透明的地方就显得水了吧唧的 所以这次的甜甜果实真的是不咋地 然后这个陶劲底座我真的非常吓头 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 显得非常土 然后是这种类似冰丝 或者是那种蝉丝的这种材质 就显得这个粉色就更不好看了 有点年代感 然后有点土土 土了吧唧的 就这样 这个石像化的小海兵真的非常有意思 很可爱很好玩 应该是属于很多人买甜甜果实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然后很有特点嘛 它也是展现了这个甜甜果实的能力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很不错 咱不说什么质感 不说什么涂装啊 这个小海兵把这个果实一举起来 这个氛围感 这个可玩性 这个有趣 嗷嗷就上去了 如果光考虑它的本身的质感和颜色呢 我就不会入了 主要就是这个小兵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很简单一个小东西 感兴的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